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透過不同的音樂形式 獻上我們最美的季 早晨我想用一個短短的信息 跟大家彼此勉勵跟分享 我知道我們當中有很多人 過聖誕節已經超過50次以上了 甚至有人過了超過70次以上的 70次以上的舉手 給他一點掌聲好嗎 每一年我不知道你 預備過聖誕節的心情如何 但是今天我想用一段經文 能跟大家一起思想 關於聖誕節對你的意義是什麼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從撒加利亞送來看聖誕的意義 我要用路加福音第一章 六十七節到八十節 來跟大家彼此分享 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節 我們知道施喜約翰的父親 撒加利亞 他因為天使跟他講 但是他有很大的懷疑 結果上帝就把他的嘴巴先封起來 只等到神的應許應驗了 他才開始說話 但是當他開始說話的時候 他就說出了這一段 非常美的誦戰 叫做撒加利亞誦 那六十七節到八十節 我來為各位讀大家能夠仔細的來聽 他父親撒加利亞被聖靈充滿了 就預言說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 因他眷顧他的百姓 為他們施行救贖 在他仆人大衛家中 為我們掀起了拯救的腳 正如主藉著從創世以來 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拯救我們脫離仇敵 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 向我們列祖施怜悯 紀念他的聖約 就是他對我們的祖宗 亞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 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 坦然無懼地用聖節公益侍奉他 孩子啊 你要成為至高者的先知 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預備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 叫清晨的日光 從高天臨到我們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的人 死印裡的人 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漸漸長大 心靈強健 住在曠野 知道他顯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這段經文或許我們還蠻熟悉 但是比較少在講道當中 引用這一段的經文 可是今天想要用這段經文幾個 非常重要的內容 跟大家彼此勉勵 其實我們首先要看到 這段經文裡頭談到的幾個名字 我們知道撒迦利亞 施洗約翰的父親呢 其實他希伯來文的名字呢 叫做耶和華紀念 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你是神所紀念的嗎 你知道你是神所在乎的那一位嗎 撒迦利亞的名字再次的提醒我們 我們並不是被忽略被遺忘的 神的眼目雖然遍查全地 但是祂從來沒有越過你 祂認得你 而且祂按著祂的名字呼叫你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撒迦利亞 她的名字叫做耶和華紀念 神紀念你 或許你覺得在茫茫人海當中 你是一個渺小的 甚至被忽略不被看好的 沒有被看見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 神紀念你 撒迦利亞呢 其實她自己因著她 對上帝的話沒有信心 以至於她突然間失去了 表達的能力 她知道這是出於神 而一個人 當她不能說話的時候 其實她的整個世界就變了顏色 她自己就是坐在黑暗裡面的人 對嗎 因為她沒有辦法跟人表達 她沒有辦法跟人溝通 而她的妻子 以利沙伯 以利沙伯的名字也有意義 在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 神的約 神的誓約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認識這位神嗎 你知道她是守曰 詩慈愛的神嗎 你知道她跟你我有一個非常寶貴的曰 在設立聖餐那一天 她拿起杯來注謝了說 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曰 而跟她的百姓 跟屬她的子民 從舊約到新曰 她跟她的兒女們立了多少重要的曰 今天你我會坐在這裡 是因為我們表現很好 還是因為她的曰呢 大聲一點 因為什麼 所以以利沙伯的名字也提醒我們 其實我們是活在恩曰裡面的人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坐在黑暗中死印裡的人 其實除了撒迦利亞 他自己想到他生命的光景 其實也對照了當時代 你知道在兩月之間 這四百年上帝沉默不語 以色列在很深的黑暗裡頭 其實所有的人都引頸期盼 在等那應許的彌赛亞來到 所以那些坐在黑暗中死印的人 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講到 耶穌降生以前 整個世界 其實都活在罪跟死亡全世底下 所有的世人 其實都是活在黑暗中死印裡的人 沒有人例外 因為神的光還沒有顯明 神所应許的那位世人的盼望 還沒有出現 而這個黑暗跟死印 也影響了當時代 所有沒有被光照的心靈 直到今天還是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認識多少人 他此刻生命的光景 是坐在黑暗死印之地呢 會不會我們當中有一些人 此刻你生命的光景也是如此 因著你生命的遭遇 因為你生命中的病痛 因為你生命當中 你失去了你非常看重的事情 你是坐在黑暗死印之地 你覺得你的生命沒有指望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如果是 今天這段信息也是要給你的 我們知道撒迦利亞宋是黑暗中感恩跟宋讚的歌 在日出以前 這是對應許中那位清晨的日光的信心 所發出的宣告跟見證 還記得在新約 耶穌對門徒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才信 那沒有看見就信的人有福了 這是約翰福音20章29節談到的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很多人是看了才信 但是沒有看見就信 這種信心不是出於我們自己天然人的信心 是聖靈把這樣的信心放在人心裡面的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個信心不是從人來的 因為連撒迦利亞他能夠宣告這個撒迦利亞宋 是因為他被聖靈充滿 被神的靈充滿 所以他有了這樣子的預言 有了這樣的宣告 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撒迦利亞宋歌的主題不僅僅是讚美 其實也是恩典 你知道施洗約翰這個約翰這兩個字 他的名字希伯來文的意思叫做恩典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三個名字 撒迦利亞是耶克華怎麼樣 紀念 以利莎伯呢 神的誓約 約翰呢 神的恩典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三個名字對你有意義嗎 神紀念你 神跟你有一個寶貴的約 而約翰的名字提醒我們 我們是活在恩典裡面的人 阿門嗎 其實撒迦利亞宋歌當中 有三個重要的解釋 三個重要的詞 分別是看顧跟救贖 還有叫做興起 那這三個詞都有兩個很重要的理由 把它整個串起來 第一個呢叫做神的怜悯 因著神的怜悯 所以他看顧我們 因著神的怜悯 所以他出手搭救救贖了我們 因著神的怜悯 他興起了迷赛亞 也興起了所有歷史歷代的先知 跟所有的見證人 所以我們可以坐在這裡 親愛的弟兄姊妹 第一個是出於神的怜悯 第二個是神紀念自己的約 今天我們慶祝聖誕節的時候 都是因為神照著他的約 在時候滿足 就讓他的愛子 來到人類的歷史當中 把人類的歷史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界分 主前跟主後 在恩約之前跟恩約之後 而我們今天就是活在恩約時代裡面的人 而在撒迦利亞宋歌裡面 也提到三個主題內容 第一個呢叫做救贖 第二個叫做戰爭與和平 第三個叫做道路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你覺得你是一個需要救贖的人嗎 你覺得神出手拯救對你有意義嗎 你覺得靠著自己的修養 靠著自己的努力 靠著自己的敬錢 能夠把你帶到哪裡呢 你會發現如果人 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成聖得救 就不需要耶稣為我們掛在木頭上 所以當我們看到救贖這兩個字的時候 你就要很清楚的知道 神知道我們是無力自救的 所以祂為我們預備救恩 為我們預備救恩 但是這一生當中我們都活在戰爭裡頭 無數大大小小的戰役 堆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爭 而你呢 是在為你的生命打一場美好的仗 還是在打一場爛仗 如果是要打一場美好的仗 就得打贏 對嗎 可是請問你這一生靠自己打贏過幾場仗 我們發現我們的生命當中 出現了太多大大小小的戰爭 戰役 但是最重要的戰爭 就是在天人之間永恆的增長 其實如果沒有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我們就一天到晚繳獲在這樣的征戰裡頭 我們走不出來 我們一直活在痛苦裡面 所以當耶穌來的時候 那天晚上叫做什麼 叫做平安夜 耶穌的名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名字 叫做和平的君 祂是平安的王 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對你有意義嗎 當我們在唱平安夜 當我們在過聖誕節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的體會過什麼叫做 真實的平安在你的生命裡頭呢 第三個叫做道路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道理 但是很可憐的就是 人沒有辦法靠道理就改變就得救 對嗎 我們發現這個世界上需要道 但是更需要路 那條路是可以走的 踏上去就一定可以走上回家的那條路 所以在神的家中 最糟糕的就是有道卻沒有路 但是每一個真心信靠主的人 我們知道 我們除了有道 還有那個道成肉身 為我們預備一條又新又活的路的耶穌 阿門嗎 所以如果我問你 生日節到底在過什麼 我們在慶祝 我們是有道又有路的人 阿門嗎 整個宋歌裡頭其實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神的聖約跟祂的信實 祂是守約師慈愛的神 我要跟各位弟兄姊妹彼此勉勵的就是 神知道我們付什麼代價在過信仰生活 神也知道我們的失敗跟軟弱 但是祂從來不違背自己的約 我們能做的就是跟神說 主我願意回應 我願意活在這永恆的恩約裡面 我願意持續認定你 跟隨你 這幾點對今天的世界跟對你我 我們再思聖誕節 再思耶穌的降生 有什麼樣的提醒呢 最後要跟大家彼此勉勵的 最後一張投影片 因有一嬰孩為誰而生 因有一嬰孩為誰而生 要更篤定一點 因有一嬰孩為誰而生 要照亮一切在黑暗中死硬的人 我們一起祷告 父神謝謝你 我們用各樣的方式 我們每一次歡慶聖誕節 其實就是再一次的提醒我們 我們是蒙恩的人 我們是活在恩典之約的人 我們是有道又有路 可以跟隨的人 主要願今年你再一次觸摸 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主要使我們不是不明就里的 在過節 而是每一次活在這恩典之約的人 慶祝你降生的日子 就提醒我們 你的恩典何其偉大 讓我們今年存著感恩跟敬畏的心 歡慶這迎接你降生的日子 每一首歌 每一個活動 每一個節目 每一天都有意義 謝謝你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聲明 Amen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小歌 我們在深圓中心里的心